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戏外的黄景瑜李沁太甜了 有没有被爱上特种兵中的清凉一下 CP的甜蜜磕道 李沁和黄景瑜主演的电视剧爱上特种兵正在热播中 剧中的梁木泽和夏初是特种兵和军医 两个人都是军人 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亮 共同进步且势均力敌的爱情真的太美好了 清凉一下CP 剧中的梁木泽是一个钢铁直男 作为特种兵的他有着粗线条的一面 更有着体贴严谨且细心的一面 他对生活非常警觉 对夏初十分上心 比如夏初遇到危险的时候 梁木泽会第一时间就赶到 他要守护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特种兵追爱是什么模样呢 他不会嘴上说甜言蜜语 会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爱意 比如用一加一个个把樱桃加成一个圆圈来示爱 梁木泽会用紫弹打成爱心的形状 会把纱布包扎成一个桃心 梁木泽把自己特有的温柔都给了夏初 在爱情中细节和行动往往是最打动人心的 琴海默说过 一个人有一万元钱 T为你花一万元 你就是TA的全部 如果这个人有一十万元钱 为你花一万元 那么证明TA只愿意为你花十分之一 琴海默的人生作又名 只求在家可以为所欲为 老公王新军会把早餐端到床上给他吃 家里装修房子 一律不需要琴海默操心 但每一段爱情都是相互的 琴海默都已经订好结婚的酒店 因为王新军的父亲和弟弟 他决定退掉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在爱情中 光有甜言蜜语还是不够的 行动 永远比嘴上功夫要来的靠谱 戏中的黄景瑜和李沁郎才女貌 无论年龄 职业 外表都非常相配 换到现实的生活中也一样如此 只有门当户队 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长久 两个优秀的人走到一起 才是最美好的爱情 戏外的他们呢 戏外的黄景瑜李沁太甜了 黄景瑜和李沁参加了快乐大本营 自从谢纳怀二胎离开之后 就被张瑜企取代了 本以为收视率会低 没想到张瑜企扛起了收视率 张瑜企的综艺效果也被渐渐开发出来了 她玩游戏非常投入也很肯拼 并没有架子 没有了谢纳之后 节目反而越来越好看 无心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在节目中 李沁身穿白色衬衫搭配牛仔短裤 还绑着发带 看起来青春朝气又漂亮 李沁真的很漂亮 身材高挑挺拔 性格活泼开朗又随和 没有任何包袱 难怪邓伦那么喜欢李沁 相比李沁的甜美漂亮 黄景瑜的穿搭就迷之趣味 这个穿搭是靠颜值撑起来的 黄景瑜和李沁站在一起 像极了真实的情侣 莫名配一脸 黄景瑜和李沁有多甜 来看看 第一 按照节目组的游戏规则 两个人要抽自排 李沁刚开始有意要和黄景瑜保持距离 后来被黄景瑜拉过去 俩人凑得非常近 像极了真实的夫妻一般的甜 第二 黄景瑜就是一个干犯人 这一点在另外一档真人秀节目中就看到了 同样都是男生 陈学东胃口小 黄景瑜胃口大 经不起了 看到外卖的铃声他像火箭一样飞奔出去 黄景瑜吃面三两口就干完了 他还会下厨煎羊排 主动去洗碗 了解黄景瑜之后 才会发现他原来也是一个大男孩 有可爱的一面 也有温柔的一面 黄景瑜看到大螃蟹直接上手就吃了 完全不顾节目组的规则 来看看李沁做何反应 李沁非常宠溺黄景瑜 因为螃蟹吃起来不大方便 他下意识帮黄景瑜拿纸巾给他擦嘴 这个小细节得给满分 说明李沁是一个很温暖细心的女生 更说明了他对黄景瑜很关心体贴 来看看黄景瑜搞笑的一面 黄景瑜模仿蔡徐坤的情人 跳起了一段搞笑的舞蹈 连李沁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黄景瑜也是一个邪星 第三 黄景瑜和李沁是同一组 要和张哲和组换字牌 李沁和黄景瑜私底下窃窃私语 两口子一致对外 李沁就像夏初一样对梁牧泽充满了 崇拜和甜蜜 第四 在猛眼摸动物环节中 李沁一直都抓着黄景瑜的手臂 在猛眼的情况下 这就是安全感的体现 黄景瑜给李沁很大的安全感 所以李沁才那么依赖他 黄景瑜这个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连摸起羊驼的手法都非常粗犷 一只手揪着羊驼的脖子 让人忍俊不惊 羊驼都被他吓跑了 最后还牵着羊驼出来 两口子搭配非常默契 第五 黄景瑜换到不好的自排 两口子并没有抱怨 黄景瑜李沁甜蜜对视 这一幕岂止一个甜字 第六 黄景瑜和李沁在冲浪环节中 又发生了甜蜜的一幕 李沁用尽力气把水果递到黄景瑜嘴里 两个人都拼命奔向对方的样子 满屏的粉色泡泡 第七 在冲浪板上 李沁和黄景瑜是一组 他们要守住甲板不让其他人上来 黄景瑜对李沁非常照顾 看到维加要拉李沁 他立刻护着李沁 李沁的做法也非常感动 他已经体力不支了 还用手臂护着黄景瑜 黄景瑜凭借着一个人 把所有的人都推到了水下 李沁和黄景瑜最后食指紧扣 难道这就是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吗 黄景瑜不愧是柔树子袋 一个人单手把何炯推下了水中 他还是比较绅士 不对女生张瑜起下手 之所以让着何炯 也是因为对方是娱乐圈的前辈 张哲瀚最后发力 一个人把黄景瑜推下了水 张哲瀚真的很聪明 他也非常可爱 不仅偷吃披萨 还在节目中靠着高智商赢得了游戏 凭借艺人之力拉下了所有的人 黄景瑜不愧是娱乐圈中服兵役的男艺人 在爱上特种兵中 黄景瑜就轻松拎起了李沁 毫无压力 这七个细节就看出黄景瑜和李沁非常甜蜜 黄景瑜主动护着李沁 李沁也用自己的方式爱护着黄景瑜 黄景瑜和李沁太好喝了 是不是 黄景瓶